抱一下 穿著Polo山戴著鴨舌帽 他就是前總統陳隨編女婿 趙建民的父親趙玉柱 一早就由小兒子趙建勳陪同 到台南地檢署報到 準備入監服刑 過程中趙玉柱不發音 那今天來報到以後 其實就會到 就依照一般的程序 就會到執行科的櫃台 去做一個報到動作 然後假官會進行訓問 然後訓問之後 人別確定沒問題 然後適合 適合執行 沒有不宜執行的情況 就會發肩執行 2006年爆發台開案 趙家父子 被依違反證券交易法等罪起訴 就是因為兩人受要 與台開前董事長等人吃飯 得知內線消息 低價買進股票 高價分批賣出 被認定出犯內線交易罪 纏送15年高院更無審 去年10月判趙建民 三年八個月 趙玉柱四年徒刑 全案定業 而在前一天就提前 向台中地檢署報到 發肩到台中監獄的趙建民 吃的三菜一湯也曝光 早上簡單的饅頭 稀飯 午餐 要善 麵線 晚餐還有金醬排骨 在台中監獄的第一碗 預防表示 趙建民目前與另外一位室友同住 原則上市狀況 會分配兩人到五人的雜居房 給趙建民 他的情緒大致上都還穩定 也預計兩周後 會分發到工廠工作 歡迎新聞陳妍為李問 與劉沛庭台南報導 從台灣視角觀察全球 掌握瞬息萬變世界 我是何榮 每周三 周六 晚間九點 我在環宇全世界 2.0全新出發 帶給大家嶄新的國際觀點 請鎖定環宇新聞台 每周四 趙建民